由話直說一分鐘,旅法局統計顯示, 年初一至年初四訪港旅客人次初步估計為75萬, 其中65萬是內地旅客,已超出2018年同期水平。 而內地入境旅行團數目及參與旅行團的總人次 亦超過疫情前春節黃金期同期水平, 可見經歷復償後一年的職電, 以及在城市經濟作用下,香港的旅遊業已基本全面回暖。 相信亦令香港社會有一夥定心軟, 對今年經濟振興的進展更有信心。 對於香港而言,如何延續這一份熱度才是接下來的重要課題。 對此,政府有兩點內容值得留意。 第一,黃定之後亦都要旺財。 目前,關於春節期間各類消費數據上未出路。 不過,從過去一年本港整體消費趨勢來看, 消費類數據或未必能與訪港人次齊平, 政府應該與業界共同研討開發新的消費熱點。 例如參考借鑑近年來內地大熱的民創旅快銷品, 淡破傳統的奢侈品消費模式。 為旅客帶來更多便宜的消費選擇, 而是最大限度發揮城市經濟的影響力。 以城市創造流量,再將流量變為商機。 在發展城市經濟的過程中, 政府除了要發揮主導作用, 亦要團結各行各業共同參與, 讓更多行業可以從城市經濟中受惠。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,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